中华人民共和国 亦发表了七律,宋温神二手,为江西渔江消灭了血溪虫病而浮想联篇,欣然迎唱。 今天我们讲述的这把锄头就保存在江西渔江县的宋温神纪念馆里。 这把锄头珍藏于江西省渔江县的宋温神纪念馆,在1958年产灭丁罗消除血溪虫病的运动中, 一位叫刘金元的小伙子,曾用他把致命的丁罗伸埋进泥土中。 刘金元现在68岁了,他肩上的这把锄头,是他用来开垦自家门前的水稻田的。 在这片丰饶的稻田上,几乎已经看不出来他曾经历过的可怕的灾难了。 在这片丰饶的稻田上,几乎已经看不出来他曾经历过的可怕的灾难了。 丁罗和他所带来的血溪虫病,摧毁了无数的村庄,如果要生存就要下地种田,但只要下地种田就没有人能幸免于血溪虫病。 在旧中国压迫剥削和瘟疫的煎熬中,人们几乎也习惯了死亡。 祖父和父亲死后,刘金元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为了养活祖母母亲和自己,14岁的刘金元也扛着锄头下地了。 15岁那年,刘金元感染了血溪虫病,疾病导致的严重腹肌水,使这个少年看起来非常怪异,除了死亡,他几乎别无出路。 毛毛和小伙伴们都出生在90年代的初期,祖辈所经历的痛苦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出丝毫的影子。 他们对祖辈命运的了解,主要来自县里的宋温神纪念馆。 县里的宋温神纪念馆成立于1958年,因为血溪虫病在渝江县只发生于蓝田范和西范一带,所以纪念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这两个大村子的家谱。 村民们总说,如果不是共产党来把瘟疫赶走了,他们的家谱在50年前就已经可以结束了,而现在照片上的人还好好地活着。 西范村的村民邓美女还曾经音乐于部叫《昆暮红春》的电影成了迷人。 走啦!快点!来了! 来吧! š š! 松下,休! 冼花,今儿子。 竟然做事。 就是丁田采怀的老亚草。 老亚草振。 老亚草振药就是采息吐。 带个血气吐。 原来她是个晚期病人。 不能治了。 因为绝望 他甚至决定放弃爱情 我这一辈子靠山山奔靠水水里 好容易才盼到青天 别人都换天细地向社会主义奔靠我 我也要两只手 我不能老是政府的交集粮 我要活着 我要干活 我也要社会主义 我都摸东西一个就排一次下来 我给纸片 这个呢 给我这个童园 做童园 童园扬起来 又不发个钱 卡头都是 在我们的国家里 人呢 那是最宝贵的 旧社会把人们的健康夺了去 新社会一定要把人们的健康夺回来 也许从医学的角度上讲 血腥虫病的功课 并不能算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 真正是人们鼓起勇气活下去的力量 来自人们的内心 刘医生 谢谢你 1958年的春天 无数人从死亡线上折转回来 血腥虫病首先在渝江县被彻底根除了 在这一年的6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 一篇名为第一面红旗的文章 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那天晚上 他浮想联篇《夜不能寐》 欣然命笔写下了《宋温神》二手 一提到老到死我都记得 毛主席啊微微讲啊 下下了光碧四遍 宋温神来修 所以这个呢什么果都来记了 这一个果呀 我下了时间都能给 下了时间都能给 下了时间都能给 很快很快呢 到了生活上后 毛主席的光碧四遍发表啊 那我就早就要买到我 我家子 比其他人呢 我过年呢 过什么东西啊 我就记得了生活上后 四十三年过去了 耕耘使生活变了又变 在那片曾经千村臂立仁仪史 万户消疏鬼唱歌的土地上 双季道又黄熟了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